港湾关系紧绷 全球也关注 美国CNN知名主持人 最先评论说 台湾从全球最危险 现在变得更危险 政府到底有没有掌握 我现在他有理论基础 我就不能讲你说风 我就是雨 不能随风起舞 我们军人克敬我们职责 好不好 不过很乐观 哎呀 没什么 外媒说台湾现在是全球超危险 国防部长也是说 情势让他紧张到睡不好 不过国安局长却说 没一触即发的危险 到底谁说的才对 因为有专攻嘛 那军人我们判断敌情 一定是料敌从宽 不能讲乐在情话 哎呀 没什么 你们可以讲 任何都可以讲 唯独国军不能这样讲 我们到底是要相信谁 CNN的记者 蔡局长 还是我们要相信邱部长 请蔡总统哦 不要当身影少女 他们也当身影少女 国安局长的讲法 就是代表整个 我们对国安的这个看法 军局长的发言 就跟两年多前的 哲伦斯基一样 开战了前一天 他还说 乌克兰是最安全 国安部长说 他睡不着觉了 国安局长 他讲这里是最安全 睡不着觉 恐怕就变成是台湾人民 蓝月炮轰 如果蔡政府认为 两岸不紧张 那该不该跟美国 跟CNN抗议 免得假讯息 让外资不敢来台湾投资 影响台湾经济 民营党根本拿不出任何具体办法 所以只好自欺欺欺人的方式 CNN人家根本理都不会理你啊 民营党对付外国人基本上就是个小闹闹 只有装作没看到而已 内阁官员讲真话 只有一个人叫做邱国正 国安局局长 国安会等等 他们大概还想留在位置上 所以他们就跟他讲 不危险不危险 我照睡 不能说对国际说一套 对国内说一套 刺激老共在那边挑衅 又说台海很安全 这欺骗嘛 CNN如果说错 最爱谴责假新闻的执政者 这回为何不吭声 如今如何带领国家趋及避凶 恐怕比粉饰太平还重要 接着向罗里玄 SNG小组台北报道